第四 自由有其特定的法则 属灵的法则 而无所不知的神不知这些法则 但我们必须承认仍然有奥秘的因素在内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刚才我其实已经解释了 所谓的自由呢 它有它的法则 我们的意志在选择上是有自由与没自由 这个自由我们那种自由不是所谓的任意的自由 不受任何约束随心所欲的自由 我们的自由是受我们的本性的局限 当我们去判断做某件事情的时候 好像我在做判断 但是当我去这么做的时候 都要受很多其他因素影响的 我的本性里面败坏性 包括其他的因素是不是 综合考虑上帝知道这一切的法则 所以人最终在那种处定当中做什么决定 虽然我们看似好像是随机的不确定的 但是在上帝那里都知道 就像机械的设计师一样 又是经验非常丰富的工程师机械师 当机械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 听见声音 他就知道哪个部位有问题了 或者计设备在这种转速下温度不正常 他就知道问题出在哪了 看着那个排气 那个气的颜色 他就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为什么 所有的零部件 每一个角落 每一个原理 部件和部件之间运作的关系 他都知道 上帝知道我们远远比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和机械师更了解我们 他透支我们 为什么 他是涉及我们的 每一个元素 每一个细胞 他都知道 那种元素之间作用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效能 产生什么样的反应 他都知道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这种自由做决定 虽然我们说上帝都知道 亚伯拉罕信以撒试验 不是因为不知道 他都知道 但是他愿意采取这种方式 其实不是为了自己获得什么新的信息 乃是为了亚伯拉罕 试验的目的是为了亚伯拉罕 不是为了上帝自己 上帝不懂到底亚伯拉罕忠不忠于我 试验一下 看看 哦 发现他真的忠诚王 如今知道了 安心了 放心了 不是那样 不是为了自己 为了他 那么究竟上帝如何知道 这个背后如何作用呢 那个是我们理解不了的 所以是奥秘 一个人为什么亚当被造之后 为什么会产生要吃的这种意念 魔鬼接着蛇诱惑是一方面 但亚当分明是知道神的话 这种纯洁的人 被造为圣洁的人 里面如何产生这种悖逆 骄傲 不信 怀疑 外依是有 但是里面干净 如何能够激发他产生这种恶 这是奥秘 虽然我们奥古斯丁把罪 定义为意志的错误的滥用 自由的错误的滥用 但是欺骗着吗 为什么错误滥用 那种原本造之是好的 你说可以 它是处在可以两种可能性的里面 但是这种可能性 为什么会偏向左偏向右 这个是奥秘 我们无法解释的 圣经也没有给我们解释 最最根本的源头 原因 只是解释了罪是什么 罪是对神命令的背叛